教堂,尤其是四年充滿的教堂,親近神和外面是不同的 或者去到邪靈的領域,例如廟宇,到底是這麼大分別呢? 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有分別,不過不是這麼大分別 因為我去到哪裡都好,我想耶穌聖靈已經湧流了 所以我們學到那個靈的禱告,是用長時間去做 做到的時候,什麼情況都可以 譬如,一個情況就是,如果彎身拆磚,身體通常比較辛苦 彎身拆磚,我都可以一路愛護神,聖靈喜樂充滿 這就是我們做慣了,我自己做的時候,我起初就是這樣的 在我經歷聖靈的時候,我也有參加聖靈充滿的聚會 而我參加,我不是任何參加,我參加的是追求更加 學無神,愛無神,聖靈更大充滿的 那我就開始發覺,在祈禱的時候,它會有身體的反應 身體會震,我到今天都有的 那我震的時候,我就很自然地用了這東西幫我 那怎樣呢?當我,初初我不懂得這樣去分辨靈的靈 我當時,初初我都在找個位子 但我有一個方法,就是叫耶穌 因為叫一個人比較容易,親的時候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阿里老爺,多謝耶穌 就是很全心地叫 那我發覺,我一叫,它的能力就過了 就是身體會震 那我就跟著這樣,譬如有一次,我一叫 我一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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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叫 那我就覺得很好,我立即有反應 那我就繼續這樣做 我繼續這樣做,我就發覺,我隨時隨地可以做到 那我後來,就做到怎樣呢?我不用叫的 就是找到那個方法,那個心裡一喜歡 立即,那些起落就湧出來 當我做到這件事的時候,我就發覺,無論多吵 我旁邊有幾吵 就是走過廟,我就會一路四年充滿 我不管它,廟就好,什麼都好 我走過就一路,這個就是我們不能夠 因為神是隨時勝過這些一切 魔鬼根本是勝過的 所以呢,我就對於數年爭戰,我跟很多人看回不同 以乎所書講到怎樣穿戴這個全虎軍裝呢? 就是真理、公義、信德、福音霞、救恩的頭盔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以及隨時多方討告 都是同神關係,就不是對抗魔鬼了 我不反對對抗魔鬼,我說邪靈也是對抗魔鬼 但是呢,我覺得祈禱主要是對神 就不是好像,有些人就會這樣 60%對神,40%對邪靈 奉耶穌命,邪靈要走 奉耶穌命,地區邪靈 黃大仙的邪靈、觀音的邪靈去走 他用了很多時間去趕魔鬼 而一部分時間就是他親近神 但是聖經是沒有這樣說的 我只要說我看到聖經是沒有這樣說的 那些人做我又不反對 不過我就覺得我不用這樣做 但是我會有時這樣做 我走過的廟 但是我又覺得走完那些人就拜 走完那些人又回來 就是他不會長久離開的 所以我不會用很多時間在這方面上 而聖經是沒有這件事 就算保羅去到以弗所那裡 他有那些偶像 那些整神鎮的人就在那裡敵對他 他都沒有聖經也沒有說到 那他就奉耶穌命 這些邪靈快點走 那他又沒有這樣祈禱 就是我看不到聖經的記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神是想我們這樣做 就應該有紫善的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是親近神 而我說了聖經充滿 我就不是主要求聖經充滿 我是覺得深信神的愛又愛慕神 這個與神關係密切 就最重要是聖經充滿 我就不是求的 我多數沒有求聖經充滿 但是有沒有有時候說一句 有 他有時候也會的 求聖經充滿他 我會這樣說 但是我用多些時間來說 愛慕神 多謝耶穌愛 你什麼呀 我會這樣說 但是我想到 回到聖經充滿的 作曲 完全不見 那是 我會找聖經充滿的 我會找聖經充滿的 超級郵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